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诸多怪奇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从这一段开始 我们讲第21章债务重组 仍然依照惯例给大家进行个考证分析 本章内容相对来讲难度较大 考试时刻关级主关级 均可以进行考核 既可以单独出题 因为这两年是债务重组的新准则 频繁的在这张出题 2021年考核了计算分析题 也可以结合着长期补权投资 金融工具等内容 在主关级里面进行考核 因为试卷的平均分析不一样 大概把这些道试卷平均下来 大概是两分左右 但是我必须说一句话 至少把债务重组掌握到 计算分析题的程度 我对您的最低要求 这是考证分析 本章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太单说了 本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共是三节内容 第一节债务重组的定义和方式 第二节也就是最最核心的内容 债务重组的款式处理 我把标题改了一下 我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具体债务处理原则放在一块给您对比 因为一项交易既涉及到债权人 也涉及到债务人的债务处理原则 第三节债务重组的相关披露 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最核心的还是第二节的内容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看第一节债务重组的定义和方式 啥叫债务重组 其实债务重组是对债务人而言 如果对于债权人来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债权重组 没错 我们看标题债务重组的定义 所谓的债务重组是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 我把东西卖给你 我没收到钱 我叫债权人 我拥有的是债权 您叫债务人 您拥有的是债务 不改变咱们俩身份的情况下 我可能是自愿的 经过债权人跟您债务人协定 或者是强制的经法院裁定 就清扛债务的时间 金额或者方式等 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实际上时间变了可以 比如说原来你答应三个月给我钱 您没给 我可以延长五个月 或者金额 比如说您原来欠我一万块钱 我给您免两千 或者方式 原来您应该给我钱 现在您给我资产 或者给我股权 不论时间 金额方式 任何一个方面有变化 只要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 就叫债务重组 但它的前提条件是不改变什么 交易对手方的前提 所以口号对含义的理解 我先说一下交易对手方 基本原则是债务重组 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进行的什么 交易往下说 有一些特殊情况 如果实际中出现了第三方 参与相关交易的情况 我应该收您的钱 可是您没给我钱 是第三方给我的钱 我这时首先要判断一下 我的债权 您的债务是不是发生了终止确认 是不是适用于22号准则 23号准则的规定 然后我再就重组债务交易 是不是适用于这一章 第12号准则的规定 进行相应的债务处理 大概知道就行了 最基本的原则是不改变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没了 在这提示一句话 债务重组 它跟原来的旧准则不同 它不强调债务人 发生财务困难的背景下 也不强调债权人 一定是否做出任务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只要您没有及时 足额偿还我的债务 我就时间 方式 薪额 任何一方面 跟您重新达成协议 就叫债务重组 英雄不问出处 不论什么原因 咱们重新达成协议 可能是咱们俩自愿的决定 可能是法院的强主裁定 知道就可以了 第二个 我要提一下就是债权债务的什么 范围 首先债务重组 涉及的债权债务 一定指的是22号准则 也就是金融工具确认 计量准则 实际上具体的来说 就是第13章规范的债权 债务 包括租赁应收款和租赁应付款 也就是21号准则 租赁准则规范的内容 这是我们债权债务包括的范围 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合同资产 这是收入准则规范的内容 不包括合同复材 也不包括预计什么 复材 这个范围您老人家要知道 将来说一句话 债务重组中涉及的债权 重组债权 债务重组债务 什么乱七八糟的 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应该收您老人家多少钱呢 100万 然后呢 咱们俩重新达成协议 时间金额方式 任何一方面有变化 不都叫债务重组 比如说 我给您老人家免了20万 免完之后 是不是还剩多少 还剩80万 这80万对于我来说是什么 债权 对于您来说是什么 债务 将来这个债权指的是什么 原来的100万 这个重组债权指的是新债权 也就是免除债务之后的80万 债务指的是您的100万 重组债务是免除之后 您还应该还我的80万 所以这里边的重组债权 重组债务指的是 发生变更后的新债权 新债务 而如果啥都没说 只说债权债务 那是原来的债权债务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那么和其他金融工具的确认 计量列报 要符合22号准则的规定 要符合37号准则的规定 这就是我要提示大家的 一定要注意 债务重组不包括合同资产 合同扶债和预计扶债 千万也错了 第三个 债务重组的范围 我不怕麻烦我再说一遍 只要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 无论是自愿还是法院财经 时间 金额 方式 我们就这些方法 重新达成协议 就叫债务重组 但有一些债务重组非常非常特殊 它未必适用于债务重组准则 我们上一章讲非货品 自然交换不就整个道理吗 你属于非货品自然交换吗 属于 但你却身在操营 心在汉 适用于其他准则 债务重组也有这种情况 是债务重组吗 是 但它却不是用于债务重组准则 比如说形成合并 我们所谓的形成合并 实际上是站在谁的角度来讲 债权人的角度 也就是我得到成头 首先债务人以股权投资 债务人欠我钱 但他持有别人的股权 他把别人的股权 给我抵偿债务 这时我得到别人的股权 我能控制这个别人 就叫形成合并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这是啥意思呢 是您欠我钱 您以自己的股票抵偿了我的债务 我持有您的股权 如果能够达到控制 这时候我债权人 就会取得您债务人的控制权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也这么道理吗 当您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要适用于第二号准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要适用于我们第二十号准则企业合并 要适用于第三十三号准则的规定 这也是一样的规定 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 债权人取得的资产 负债的确认计量 也是按照二十号准则的规定来处理 能知道就可以了 是债务冲动吗 是 但是可能我要适用于其他准则 还有一个内容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们当时就说过构成权益性交易 母公司拿一百万的非货币性资产 跟子公司一万的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交换 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吗 是 但实际上额外的九十九万 视同为母公司偷偷的对子公司进行了什么 投资 而这也再次提到构成权益性交易 在这有一个处理原则 就是债务冲动构成权益性交易的 让权益性交易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不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 如确认构成权益性交易的 债务重组的相关什么 随意 先举两个例子 这种权益性交易 一定发生在什么母子公司之间 投资方跟被投资方之间 子子公司之间 比如说第一个 债权人直接间接对债务人持股 我是股东 或者债务人直接间接对债权人持股 并且持有方以股东身份进行什么 债务重组 我们教材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是假公司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我是母公司 而你是子公司 你实际上是我母公司 能够控制的一个公司 往下说 比如说这个子公司是乙公司 我告诉你 乙公司可能发生 临时的资金周转困难 我说的很清楚 是临时的周转困难 向母公司求援 母公司又给子公司提供了 一千万资金的扶持 这个一千万资金 可能扶持期限 比如说六个月 母公司心疼子公司 没有利息 是无需扶持的 等六个月之后 明明子公司有堂债能力 但是母公司依然心疼子公司 说您不用还一千万 您只要还给我二百万就行了 那么额外的八百万 我给您怎么免了 这就是权益性交易 为啥呀 很好判断 如果假公司不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他把钱借给了一个毫无先干的公司 他会为其他公司免出八百万的债务吗 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您是股东的身份 才免除了这八百万的债务 在我们会计上 不视为债务充足 这八百万是为什么 子公司把一千万全还给您了 您拿出八百万 又偷偷的对子公司追加了投资 母公司也就是假公司 将来体现为长期股权投资 而乙公司子公司体现为什么 资本攻击 这就叫权益性交易 资本攻击不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第二个 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债务重组前后 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前 该债务重组的交易实质是 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了权益性分配 或接受了权益性投资 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子公司 乙公司 不等于接受了母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八百万 所以在这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 假如说我本身是母公司 我在子公司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下 我依然为子公司豁免了全部和部分的债务 这个我经常说是给非马吞标 你就把它理解为是 子公司把钱全还给您 您拿出免出的部分 又对子公司进行偷偷投资 这就叫权益性交易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下 是不是发生在母子之间子子之间 投资者跟被投资者之间的债务重组 都构成权益性交易 不是 所以债务重组中如果不属于权益性交易的部分 仍然应当确认债务重组的相关损益 换句话说 如果属于权益性交易的部分 是记住所有者权益 不确认相关的损益 那有什么参考的标准吗 有 如果你明明是股东的身份 但你应该不是股东身份的债权人 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认为你不是属于权益性交易 比如说举个例子 可能我有其他的毫不相关的债权人 另外你母公司也是我的债权人 将来其他债权人 比如说免出我30%的债务 那么我作为您的子公司 您也给我免出30%的债务 是不是 您并没有以股东的身份 多给我获免一分的债务 对 在这种情况下 你免出的30%的债务 对债务人来说 可以确认债务重组的损益 对债权人来说 也可以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超过的部分 不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超过的部分 视为权益性交易 其他债权人都免30% 您免50% 正常获免的30% 何以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而您作为股东 额外豁免的20% 记住了属于权益性交易 我们最终要记住所有的权益 后边有力提回 但跟您说这个内容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判断它是不是构成权益性交易 我们要尊重实质重于行使原则 比如说表面你们没关系 债权人给债务人的权益性投资 通过其他人代识 债权人不具有股东身份 但偷偷的明修战道暗渡陈昌 实际上是以股东身份 进行债务重组的 债权人债务人 我依然把你认定为是构成什么 权益性交易就可以了 看一道题 这是2020年的一道题 我们看一道单权题 他说假公司是乙公司的股东 只要有这种股东身份 很可能构成权益性交易 但是不能一腕子打死 他告诉你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2009年度 因上述交易事项 应当确认的损失金额 是多少 我们看题 2019年7月 假公司应收乙公司账款4000万 他用贪于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贪于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应收款项 是不是叫应收账款 没错 这是4000万 为解决乙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 我是魂不立 什么资金周转困难 或不困难 只要时间方式金额做出了改变 就叫债务重组 假公司是股东 而乙公司的其他债权人 共同决定 对乙公司的债务进行什么 重组 并于2019年8月1日 与乙公司签计了债务重组合同 这叫合同什么 生效日 往下说 根据债务重组合同的约定 假公司免除80% 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还款义务 如果您作为股东免除80% 别人也免除80% 我视为正常的债务重组 那么看一下 下边这句话 乙公司其他债权人免除40% 应收乙公司账款的还款义务 慢点 是不是意味着您这80% 其中有40% 跟其他债权人一样 属于正常的什么 豁免 这个正常的豁免 我们视为正常的债务重组 它会影响随意 但是您比其他人额外 多豁免的40% 我只能视为 作为乙公司 他把这钱还给您了 你又偷偷的拿这个钱 对他进行投资了 这时绝不能影响随意 而是影响权益 构成权益性交易 我想我就分析清楚了 然后豁免的债务 在合同签订当日解除 对于其余未豁免的债务 乙公司 应该2019年8月底 前偿还 再分析一下 一共假公司应该收乙公司多少钱 4000万 4000万正常豁免的 就是4000万的40% 得1600万 这是假公司少收的 对假债权人而言是一种损失 对债务人而言是一种收益 而剩下的额外豁免的 4000%的40% 是1600万 这1600万 是同为权益性交易 而剩下的4000 减1600 减1600还剩800 这800 您最终是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偿还的 2059年8月23日 假公司收到 以公司支付的账款 800 该给大家分析的分析完了 他现在说 假公司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债权人 你少收的钱 是你的损失 那有人说 我少收了两个1600万 不对 只能把正常豁免的1600万 看作是您的损失 而那个额外豁免的1600万 是为乙公司还了您 您又对他进行了追加投资 那不是您的损失 所以这道题 邓雪大使选项 四地 再看2022年的一道多选题 2021年度 假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给了两件事 不考虑新冠税费及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关于上处交易事项 在个别财务报表 会计处理的表书中 正确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 3月2日 为帮助子公司 乙公司 解决临时性金融现金流 短缺 假公司向乙公司提供本金2600万 期限8个月的无息贷款 11月2日该贷款到期 考虑到乙公司现金流依然短缺 假公司决定只收回600万 其余的债务预获免 如果你假要不是死公司 乙公司的母公司 你会给他额外豁免2000万吗 不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把这个额外豁免的2000万 视为权益性交易 所以我们看一下 假跟乙之间的关系 首先他告诉你 乙公司获得的债务豁免 应该作为接受 假公司的资本性投入 没毛病 选项地是 假公司豁免乙公司的债务 应该确认为 对乙公司的投资 没毛病 假公司持有联营鞋 丙公司30%的股权 假叫投资方 那么丙叫被投资方 4月15日 丙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可能丙公司发生了财务困难 也可能没有 只要时间方式金额 重新达成协议 就叫债务重组 5月10日 经债权人会议节奏 所有债权人放弃 所持债权的30% 所有债权人包括假吗 包括 那是不是假跟其他债权人 一始同仁 相同比例豁免 算不算债务重组 算 确认随意吗 确认 他说当日假公司持有 丙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 余额是650万 你记题换账准备150万 是正常的债务重组 我们看选项A 丙公司获得的债务豁免 应当记住 当期的投资收益 没毛病 丙公司少付的钱 因为豁免30% 少付的钱 代投资收益 而假公司豁免 丙公司的债务 发生的损失 是借投资收益 也应当记住 当期的投资收益 没毛病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D 一定要注意 权益性交易 千万千万 叠错了 标题二 债务重组的方式 第一个是 债务人以资产 经常什么 本来我该收您的钱 您应该还我钱 您现在还的不是钱 还的是雇 比如说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向房地产 长期股权投资 随便 您给我进行还债 就要以资产经常债务 我们通常应该是 以确认的资产还债 也就是 债务人用于常债的资产 通常是已经在资产 负债表注 确认的资产 比如说现金 营收账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向房地产 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 可能我在受量 相关资产之后 我作为债权人 我是以投资性房地产 来核算的 而您作为债务人 您原来以固定资产核算 类别可能跟我不同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这是已经确认的资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债务人也可能 以不符合确认条件 而未确认的资产经常债务 你记得不记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们也提到了 如果你是以未确认的 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适应于非货 资产交换政策 而债务人也可以 未确认的内部品牌 清常债务 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债务人可能 以处置组 里边成分复杂 包括任何流动 流动复杂 非流动复杂 非流动复杂 我整体打包 清常债务 持有代售那张 第十五张 我们不是讲过 能大概知道就行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是以资产 清常债务 第二种 第二种叫债务人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您可以把它简单 粗暴的里面 债务人是以自己的股票 去还债 如果我以自己的股票 去还债 债没了 但是债权人变成了 您新的什么 股东 照所说的权益工具 一定要符合 三十七号准则的 权益工具的要求 比如说具体表现为 股本呀 实收资本呀 资本工具等等 如果你的权益工具 不符合三十七号准则的规定 比如说可能有强制回购权 等等 可能我们要具体判断 不用去深究 通常就是以我自己的股票 也就是发行我自己的股票来常债 我们把它叫做债务 转为权益工具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我们所说的 修改其他条款 这个修改其他条款是什么 我没有给您资产 我没有给您我自己的股票 我可能调整了债务本金 我应该收你一百万 免二十万 只收八十万 或者我改变债务利息 我把利息免了 本金的延长一年还给我 或者变更还款期限 这些都叫修改其他条款 修改前的叫债权 债务修改后的 比如说一百万 我给您免二十万 还剩多少 八十万 这一百万叫债权 叫债务 而这个修改条款之后 这八十万叫重组债权 重组债务 也就是新的债权 新的债务 别错了 第四个是组合方式 我欠您的钱太多了 哪一种方式都达不到您的满意 我以资产清偿一部分债务 我再以发行自己的股票 清偿一部分债务 我再修改其他条款 还一部分债务 这就叫组合方式 这是我们债务重组的方式 讲到这儿就意味着 第一节的内容 我就讲完了 大概能知道就可以了 真正核心的内容 在第二节 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我们看标题 债权债务的终止确认 如果人家拿钱 拿物还了您的债 哪怕还一部分 剩下您得豁免了 你债权人的债权 是不是应该从账上消掉 这叫终止确认 我债务人的债务 也应该从账上消掉 所以基本原则 对终止确认这个规定 债权人在收取债权 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 终止时 终止确认债权 比如说最常见的 贷应收账款 什么时做这个科目的贷方 表示终止确认 而债务人在债务的现实 又解除时 终止确认债务 你什么时借应付账款 是因为你的义务 写除了 这就是基本原则 用备子不用 在这说几句话 如果你是在报告期间 已经开始协商 但是在报告期 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债务重组 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的 调整时下 啥意思 是正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2022年 我正常的报告期间 我觉得我还您钱 已经吃力了 咱们俩开始协商 但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在2023年 我们非常特殊的日后时项 真的达成协议了 就把它理解为是 2023年正常的业务 去处理就行了 不用调整2022年的报表 别错了就可以了 第二 对于终止确认的债权 比如说应收账款 债权人在消掉应收账款时 还应该截转 以积极的减值准备中 对应该债权终止确认的部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把应收账款消掉 要把对应的坏账准备 也给我反向截准 没了 第三个 对于终止确认的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 我要把这其他综合收益 反向截转 转到哪去 投资收益 大概知道就行了 就跟你正常的 你正常收回了怎么做 实际债你也正常收回了 事同为这种处理方法怎么做 只不过我现在债务充足 我可能收回一部分 而你原来是收回的是什么 全额大概知道就行了 第二个 具体情形是以资产清偿债务 您拿钱 您拿物清偿债务 这都要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您拿自己发行的股票去还债 对于我来说 我得到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您拿资产清偿债务 对于我来说 也得到的是资产 所以把这俩放在一块来说 对债权人而言 在您拥有和控制相关资产的时候 别人拿资产还债 您得到资产 别人拿自己的股票还债 您得到的长头还是资产 通常收取债权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 也应该终止贷应收账款 同时别忘了借坏账准备 债权人一般可以终止确认该债权同理 债务人通过交付我自己的资产 或者交付我自己的股票 解除了其清张债务的现实义务 一般也可以终止确认该什么债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修改其他脚管 慢点 啥叫修改其他脚管 比如说我给您免除一部分本金 比如说我改变一下债务的利息 比如说我变革一样还管期限 你既不是拿资产还债 也不是拿自己的股票还债 而是在合同的数字上做文章 我们就叫修改其他脚管 坏菜了 什么修改其他脚管 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我们要判定这种修改 是不是做出了实质性什么修改 有可能构成实质性修改 有可能不构成 构成咋证 构成实质性修改 对债务人而言 视为原债务的终止确认 也就是原来的时代结束 我再重新确认一下新的债务 这个新的债务正常按准则去处理 对于债权人来讲 我把债权终止确认 我视为我形成一项新的债权 这新债权新债务 跟原来的债权债务 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就叫实质性修改 如果我判定完了 你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我只能认为原来的债权债务还在 只不过你们改变了一些数字 我会继续往前核算 就正一个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判断原则 如果重组债务 他在说什么 债务人 没错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与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的限值 只要之间的差异超过10% 则意味着新的核种条款 进行了实质性修改 对债务人而言 把旧的债务给我终止确认 重新确认一项新的债务 对于债权人而言 把债权终止确认 重新确认一项新的债权 或者重组债务是实质上不同的 为什么要从债务人盘呢 大家想一想 我是债权 您是债务 从您的角度来讲 要判定已经构成实质性修改 是不是对您的 我跟您的是同一个事项的两方 我也可以认为 我构成了实质性修改 是这个意思吧 好 将来怎么判断 您不是说超过10%吗 等于行吗 不行 只能大于10% 才能认为是构成实质性修改 这跟谁去比 一定是重组债务 慢点 这不是新债务吗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减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 为啥重组债务贷钱 很简单 我100万的债权 我给您免20万 重组债权是80万 比于您来说 叫重组债务是80万 我可能在延长期限一年 在我延期的一年 我有可能认为我心理不平衡 我把利率给您改了 比如说原来您按6%给我付7 我现在认为您按8%给我付7 才是合适的 就是因为这个重组债务的利率 我们突然提升了 实际上你通常算出来的 重组债务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比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限值要大 所以我把它写在前边 除以是原债务的 剩余期间的现金流量限值 没了 在这强调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您要求限值是不是要折现 没错 您折现的时候 无论是算重组债务 也就是新债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还是算原债务 剩余期间现金流量限值 都要用原债务的实际利率 不变 千万别错了 这是我强调的一个点 那有人说 你糊涂糊涂的给我念了一遍 我也没明白 我后边有举例 单独的跟您说 我先把理论说一下 债权人如果做出实质性修改 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协议 以获取实质上不同的新的金融资产方式 替换债权 我们要终止确认原债权一个时代的结束 并且按照修改后的条款和新协议 确认一项新的金融资产 我可能认为新的金融资产 跟你的原债权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就叫实质性修改 而债务人来讲 对债务或部分债务的合同条款 做出实质修改 形成重组债务的 或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签订协议 乘在实质上不同的重组债务方式 替换债务的 把原债务直接销了 终止确认 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确认一下新的金融资产 慢点说 这个新的金融资产和新的金融资产 要完完全全按照 你从来没确认过的方式 重新确认 咋确认 您忘了一件事 所有的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资产 初始计量之 都是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 也就是您做出实质性修改 您新的债权 新的债务 是以公允价值来计量的 而如果您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我只能认为是原债权 原债务的一种延续 只不过金额可能变化了 我视为条款的变更 我正常的接着往前算 能不能以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不能 有人说你越说越糊涂 直接去例子 这道例题 是我根据教材的例 21-4改变的 我们看一下 A公司为上市公司 2016年1月1日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 一共是5000万 约定贷款期限是4年 16 17 18 19 到2019年12月31日到期 年利率6% 实际利率相同 当你的名义利率 跟实际利率相同 说明你的长期借款 不是4年吗 没有什么利息调整 也就意味着 您借款的时候 就是借银行存款5000 但长期借款本金5000 没了 这儿的实际利率是多少 6% 将来哪怕您进行了 债务重俗 您给我算限值时 一定要用原来 也就是您借款 当日的实际利率 6% 绝不能用新的实际利率 他说按年复息 A公司也按时支付 所有的利息 利息我们就不考虑了 2019年12月31日 A公司出现严重的 资金中短困难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本金 2020年1月10日 B银行同意于A公司 就该项贷款重新达成协议 新协议约定如下 这叫合同生效日 往后您记住 合同生效日 你的每一项资产 你的每一项负债 你是赚了还是赔了 其实在这一天都已经怎么的算出来了 就跟我们确认收入 在合同开始日 我是先算出 每一个单项履约 有该确认的收入 在真正履约时 我再确认收入 这也一样 合同开始日 先算出来 每一项资产 每一项负债的金额 真正你什么时候实现了 在实现的时候 再给我做分路 先算后做分路 跟第17张的规矩一模一样 往后看 他说A公司将一项 作为固定资产 核算的方产 转让给B银行 用于底长 债务本金一千万 五千还了一千 还剩几千四千 A公司向B银行 增发股票五百万股 那不等于A公司 以自己的股票还债 这叫债务 转为权益工具 面值每股一元 用于底长 债务本金两千 四千又还了两千 还剩几千 记住还剩两千 在A公司履行 上述常债义务以后 B银行免除 A公司部分债务本金 这两千是不是 本来对于A公司来说 是债务 对 它不是免除一部分吗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 本金部分 展期至2020年12月31日 你是2019年12月31日到期 又展期一年 首先 我们是不是金额 前两项我就不说了 本来还剩两千 两千叫原债务 免除一部分 是不是叫重组债务 同理有原债权 免除一部分之后的金额 叫重组债权 金额发生变化了 另外我们所说的 还管期限延长一年 期限发生变化了 这都叫修改其他条款 只要您不是以资产还债 只要您不是以自己的股票还债 这不叫以资产情长债务吗 这不叫债务转为什么 权益工具吗 而第三项就叫修改其他条款 三种都有 这叫组合方式 是每次三种都有吗 只要你达到两种和两种以上 就可以叫组合方式 所以括号三是修改其他条款 咱们不得判断一下 那个10%吗 往下看 其他相关资料 下列两种情形中 该于展期的贷款与合同生效日 你看2020年1月10日 2020年1月10日 公允价值均为1910万元 这个公允价值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就从今天 你是不是往后展期了一年 展期到2020年12月31日 对 如果一年之后 你要还的本金加利息的金额 要知道 我要把一年之后 本金加利息的金额 折到合同开始日 的限值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展期贷款的公允价值 只不过 大家注意 他要本金利息算公允价值折现 他一定要用今天的市场利率折现 才能算出公允价值 龙中老师不对 你前面不是说按原实际率 如果你探计那10% 按原实际率6% 如果你算贷款 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你应该用今天的市场利率折现 这个大家有区别 我们考试时 这块内容 大家不用纠结 考试时他会告诉 您不用特意纠结 反正我现在算出是1910 往下说 双方于当日 也就是2020年1月10日 这是一种假设 办理完成房产 股权转账手续 并进行了相应的什么 产物处理 也就是今天先合作 今天就把房产 今天就把股权转账手续 都办理完成 实际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我只能说 它是一种假定 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给您两种情形 一个是不构成实质性修改的 一个是构成实质性修改的 我们先看 并行同意免出 100万元的债务本金 原来那2000万 2000万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 债务或者原债务 或者是原债券 您现在不是免出100万吗 剩下的1900万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 重组债务 重组债券 专业术与您得会 然后咱们开始判断 你是不是大于10% 第一个量是我们所说的 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您的重组债务是多少 1900 您要展期多长时间一年 假如说我告诉你 1900展期一年 我给你把年利率改变了 原来不是6%吗 因为你现在 我又给你免了100 我又展期一年 我可能让你付出的代价 我年利率规定为8% 1900要经过8%的年利率 一年之后 我将得到的本利盒 或者作为债务人 我将支付出去的本利盒 是1900 加上1900 乘以8% 这是一年之后的金额 对不对 对 我把一年之后的金额 给它折现到现在 也就是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 用哪个利率来折 实际上一定要用 最初最初的 实际利率6%来折 我不罵麻烦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算这个贷款的 公允价值 一定用当时2020年1月10日 的市场利率来折 但你现在要判定 10%这个比例 这个标准 一定要用原实际利率 最初最初 2016年1月1日 借款的实际利率 6%来折 考试时 一定要给我看清楚 判定10% 用最初借款的 2016年的实际利率 算公允价值 用当日的实际利率 千万别错了 算完之后 你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 1935.85 往下说 跟谁去比 跟我们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的限值去 有人开始反逃 这个原债务到底是2000呢 还是免出100之后的1900 其实仗值略有点争议的 我给您稍微解释一下 您原来确实是2000 您不是免了100 还剩多少吗 1900 有两种观点 第一个 如果我现在已经放出话了 我就是给您免100万 那这100万 就不应该算在我原债务里边 也就是我认为 原债务直接就是多少 1900 这是一种观点 为什么 很简单 他把每一部分都看成独立的个题 你既然免了这100 您说话有参数 那我就把这100 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我原债务 我就认为只剩1000 但是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 我可能认为我的原债务 还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免出之前的2000 它是有道理的 为啥呀 很简单 我为什么给你免这100万 按照我刚才给你编的题 是您给我房产 您给我股票之后 免的这100万条件 才能征筹 你一天没有给我房产 一天没有给我股票 是不是免的100万 还属于不确定因素 对 所以我们可能把原债务 看成2000 原来 我讲课时 原债务我都上2000来算的 可能跟教台的说法不同 但是现在 今年我改正跟教台的说法一致 原债务是1900 你就知道 它有争议就可以了 而这道题 其实是没争议的 为啥 很简单 我就是在2020年1月10日 我把房产股权的手续 都过红完了 不确定 用因素已经消除了 所以当天我确定了原债务是1900 你要严格跟我说 教台的利21-4 有没有争议 多少有点争议 能知道就行了 为啥呀 因为利21-4 是先给了房产 后来给了股票 它是陆陆续续给的 只有这两项都完成了 免除100万才生效 在没有生效之前 我说原债务是2000 是不是也不过分 没错 能大概知道是这个意思 利21-4 可能你说它一点不存在争议 没有 我今年讲课时 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现金流量 我就按免除之后的1900来算 既然你免了100 你100就排除在范围之外 这1900如果按照原来的利率 是不是就到一年之后 应该是1900 加上1900 乘以6%的民意利率 对 我把一年之后的钱折现到现在 我要用原实际利率 一加6%的一次方 对 算出了还是原债务的剩余期间 现金流量是1900 有了这两个数 重组债务剩余现金流量的限值 是1935.85 而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是1900 除以原债务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 那不就等于变化后 减变化钱的 除以变化钱的 最后算出来1.89% 小于10% 它不属于实质项修改 不属于实质项修改 听好了 绝不能给我重新确认 新的债权债务 绝不能弄公平价值 我只能认为是你 金额发生了变化 将来金额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第十三章 我曾经给您讲过 我原来是五年的债权投资 每年我收到的利息 还记得不记得 其实都是59 我最后收的本金1250 如果在第三年年初 现金流发生变化 我第三年收到一个625的本金 以后我的现金流 就变成59除以2 59除以2 还有一个625 当我的现金流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做法很简单 是把以后 未来期间的现金流 折到变化那个点 算出来你的限值 跟你变化后的现金流 折到这个点 算出限值 两个限值的差额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是通过债权投资 横档利息调整 通过调整差额的方式 即当期随意来实现 这实际本质上 当你不构成 不属于实质性修改的时候 我绝不能用公平价值 重新计量 我视为原债务的金额 发生了改变 我只是要体现他的什么 差额 将来实际上 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1935.85 是我修订后的金额 那实际上 您是从最初的2000 变成了后边的1935.85 不就相当于是 你改变了未来的现金流吗 那往下说 您从2000变成了1935.85 是不是本质上 对我们债权投资 改变现金流 每一年的金额 我补差额的规矩是一样的 没错 那是不是 您要充减一个长期借款 也就是2000跟1935.85的 什么差额 比如说64.15 带方 你债权投资 调整差额不是几投资的收益吗 我这也用到一个随意类科目 叫其他收益 64.15 没了 我就是未来现金流发生变化 以后我的利息发生变化 所以我是通过调整一个差额的方式 往后 我是不是就从1935.85往后就正常下落 对 但是我们教材 他不是这样调整的 我们教材 还是把原来的剩余 长期借款 本金2000给它消掉 再生成一个长期借款 1935.85 其实1935.85 里边1900 是你的重组债务的本金 而额外的35.85 其实是你的横杠 一期调整 差额记录 其他收益64.15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不构成实质性修改的时候 绝不能给我用公允价值重新确认 你向新的金融资产 其实本质上您就是在调一个差额 把原来的2000调整为 您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绝不能用公允价值 为啥 您糊涂了 您重组债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是用2016年1月1日的实际率来算的 而您的公允价值适用的2020年1月10日的市场利率 或者是折现算的 这俩折现率不一样 既然您没有做出实际性修改 那我只能认为您从2016年1月1日开始 这个债务一直存在 只不过到了2020年的1月10日 我怎么了 改变了相应的现金流 就这个意思 这个跟前边的第13章的规矩处理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有人说我考试师就调整一个差额行不行 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们教材是这么写的 我建议大家尽量还这么写 那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 看第二种情形 假如说币银行同意免出 还是100万元的债务稳金 还是剩余1900 展期一年年利率 这回我给你改高一点 因为如果不改高一点 它很难构成实际修改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我原来一年给您6%的利率 您现在给我展期一年 变成年利率17% 我还不如摇摇牙从别人的借钱 直接还了您 所以我只是把它强行的改成 构成实际修改 我们看一下 重组债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我不是前面给您解释了吗 扣掉免出金额的1900来算 如果您的年利率17% 展期一年 是不是一年之后的本金是1900 一年之后的利息是1900 乘以17% 本利和就是这两个数之后 除以 不是折现吗 一年往前折 肯定是除以1次方 折现的时候 记住了 要用原实际利率 也就是您最初借款的利率 6% 1加6%的1次方 算出2097.17 往下说 而我们第二个量 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 就是我们免出之后的1900 加上 如果按照明义利率来算 一年之后的利息 是不是1900 乘以6% 除以 还是除以1加上 合同开始日的实际利率 因为在2016年月一日 明义利率跟实际利率是什么 相等的 算出1900 比如说您要是这么算 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 不是永远等于免出之后的 本金部分 对 您理解的对 您搁这直接给我写个 等于1900 也没问题 我们算两者的差异 用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2097.17 减去原债务 剩余期间的 现金流量限值1900 除以1900 算出10.38% 此时是不是 我强行改了个 年利率17% 才勉强大于10% 大于10% 属于什么 实质性修改 所谓的实质性修改 是什么意思呢 就认为 到2020年的1月10日 您原来的债务 落幕 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在这一天 重新重新重新 确认一项新的债务 所有的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负债 初始计量时 应该采用工允价值计量 但是它其实本质上 是调了一个2000到1935.85的差额 它并不是真真正的2000的 终止确认 而如果你构成实质性修改 这2000真的就没了 终止确认 是不是我要重新 我说的非常清楚 重新确认一下 新的债务 跟原来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你从现在赶期一年 到2020年12月31日 属于短期借款 这连会计科目都变了 待短期借款 本金债务充足 这一定要用工允价值 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我视为你在调整差额 构成实质性修改 从科目 我们就要发生变化 而且这一定要用工允价值 因为是一项新的债务 所有金融资产 所有金融负债 初始计量时 不都是要工允价值计量吗 最后体现差额是 其他收益就是 在这给您收益总结一下 就是将来我们所说的 修改其他条款 比如说免一部分本金 比如说免一部分货 全部利息 比如说展期一年 这些都叫修改其他条款 是我把核档的数字进行了变化 那我就要做出判断 什么判断 所谓的判断 就是看您是不是构成 实质性修改 所谓的是否构成实质性修改 就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构成 一个是无构成 怎么判断 非常简单 是用我们所说的重组 债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减去原债务在剩余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除以原债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算出一个比例 当这个比例或者说这个差异大于10%的时候 构成实质性修改 当这个差异小于等于10%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为它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构成实质性修改 把原债务真的给我终止确认 借堂期借款本金所有的2000万真的给我 这叫终止确认 告别一个时代 同时重新确认一项新的重组债务 那可能从科目就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贷短期什么借款本金 正在发生实质性修改的时候 是重新确认向新的债务 这一定要用公允价值 千万千万别错了 这俩的差额记入随意 我们刚才用的是其他收益 是所有的差额都用其他收益吗 您前面不还是问我 所有的差额都起投资收益吗 我一会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构成实质性修改 如果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其实本质上是条差额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把原来的2000调整为1935点 多少来张85 我根本不用把这2000全都销掉 我只是销掉了一个长期借款 本金多少来张 应该是64.15差额 记住我们所说的其他什么 所以64.15 用没用到公允价值 不用 绝对不能用公允价值 不构成实质修改 本质上就是在调差额 就跟我们第13章 你未来的现金流发生变化 你要借债权投资横上利息调整 大线投资收益 不也要挑一个差额吗 这个千万别错了 最后善意的说一句 我们重组 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记住了 一定是用免除之后 100之后的1900 乘以一加上新的利率 千万别忘了 除以原借款 2016年1月1日的实际利率 给它折现 而我们原债务 剩余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其实就是等于 本质上就是等于1900 就是让这个数 减去这个数 除以1900 算出我们所说的差额 最后再说一句话 公允价值 如果他问你 我这个展期这部分贷款的公允价值 记住 除以的是1 加实际利率 这个实际利率 绝不是你原来 2016年1月1日的实际利率 这个算公允价值的时候 用的是2020年1月10日的实际利率 千万别说了 只不过这公允价值 他一般会告诉你 没了 这就是修改 我们所说的其他条款 在这提示一下 为什么我们前边 比如说4000万 等长免出40% 额外免出40% 让你还800万 用的是投资收益 因为那一块的内容 几乎都属于22号准备合算的贩售 所以他额即投资收益 而我们现在A公司还债的时候 你是拿房产还了一部分 你拿股票还了一部分 剩下的才涉及到 修改其他条款 房产属于非金融资产 只要您不是轻一色的金融资产 我们就用其他收益这科目 虽然我现在仅仅反映的是 最后一项2000万的债务 但从整体 你这5000万的债务来说 您是不是有非金融资产 对 只有轻一色的金融资产 差额才能用投资收益 只要成分不纯 里边有非金融资产 我差额永远是用的是其他收益 我想 我这就说清楚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 组合方式 比如说 我以资产前物 经常债务 我债务转为什么 权益工具 我还修改其他条款 我以这三种方式的 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方式 组合去还债 就叫组合方式 对债权人而言 我们通常情况下 应该整体考虑 是否终止确认全部债权 这个结论 由于组合方式涉及 多种债务重组方式 一般可以认为 对全部债权的合同条款 做出了实质性修改 将来我从而终止确认 全部债权 便修改后的条款 确认新的金融工具 只要你原债权 终止确认了 新的金融资产 我们就应该 以公允价值来计量 如果你原债权 没有终止确认 我只能说你在补偿 听明白了吗 所以组合方式 对债权人而言 一般认为 做出实质修改 原债权终止确认 按公允价值 重新再确定 一项新的金融资产 而对债务人而言 组合中 以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将债务 转为权益工具 这不是前两种常债方式吗 那么如果债务人 清偿该部分债务的 现实义务已经解除 应当终止确认 该部分债务 但是组合中 修改其他条款的方式 进行的债务重组 我需要具体分析 判定这个部分债务 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咋就会满足了 对 只要您的差异 大于10% 我就认为 原债务已经怎么了 终止确认 而我的新债务 也就是重组债务 我要按什么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如果你没有达到10% 我只能认为 你对原债务在调差额 能不能作为原债务的 终止确认 不能 别错了就可以了 标题一我就讲到这 第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